崔万军你给我下课 全世界都没有六人轮换 在今日吉林队出给浙江广沙的赛后 吉林队的官媒被自家球迷集体围攻 一行行齐刷刷的崔万军下课 看得人惊心动魄 吉林队的主教练崔万军到底做了什么 CBA新赛季才打了两轮 为什么却被自家球迷高呼下课 CBA新赛季首轮 吉林队以100比85大胜江苏队 球队虽然取胜 但依旧无法掩盖球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 这场比赛江雨昕打了45分钟 崔敬明打了44分钟 江伟哲打了41分钟 忠诚打了36分钟 琼斯打了42分钟 李安打了29分钟 而吉林队的其余11名球员 没有获得哪怕一分钟的出场机会 即使在吉林队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崔万军依旧很用主力 不堪也不敢轮换年轻球员出场锻炼 好在球队最终取得胜利 崔万军的佣人安排以及战术规划 也被一定程度的粉饰 但就在今天 吉林队面对小万元受伤 内线核心胡金秋确诊 孙明辉带伤出战的缠阵广上 球队却输了球 这场比赛 崔万军依旧名玩不化 即使第四节主力体力早已透支 依旧往场上硬摆 对于队内其他球员的使用 那是甚至又甚 包括球队顶心序约的戴怀博 别说战术地位了 根本没有哪怕一秒钟的出场时间 崔万军知道在这两场比赛 大胆使用全世界独一家的战术 六人轮换 着实让球迷看不到一时吉林队未来的希望 也难怪仅仅两场比赛过后 崔万军下课的声音就如此震耳欲聋 崔万军指导作为CBA主教练的下课专业户 如果这赛季真的被拿下 我是1.25意外 崔指导在新疆队下课 在福建多次下课 在南京重西下课 在广州队依旧下课 这赛季到底崔万军指导 能在吉林队的主教练位置上做多久呢 兄弟们 这事你们怎么看